鬼鬼祟祟不是偷番薯 而是偷左蹲一間藥房有店長給紅丸小龍 戴著黑色鴨嘴帽穿著白色衣服的男人 在貨車外面左望右望又走來走去 在準時機後 男人私私然打開貨車車斗門將小龍抱走 偷狗的過程就被附近的天眼拍下了 例如他們是小動物 如果不小動物是人仔怎麼搞 這行為很可恥 真是很可恥 因為據悉原來偷狗男在偷狗前 曾經扮熟地上前和梁先生的朋友搭散了20分鐘 難道真是不熟不熟 小龍現在大約3至4個月大 是由朋友送給梁先生 他經常都會帶小龍下舖做狗店長 很受朋友和街坊的歡迎 有朋友甚至會喜歡到會帶小龍回家過夜 據悉在上星期一的夜晚 梁先生的一個朋友落舖探小龍 並將他抱在自己的車斗上玩 期間他走去藥房拿東西 於是就將車斗門關上 結果就被男人趁機偷狗 梁先生就已經就事件報警處理